新闻来源 英伦克 London K 2024年4月20日 英国日更重点有 英国首相苏纳克 推出五点计划 收紧福利制度 刺激民众回归工作 新政包括 失业一年后 不得领取救济金等 保守党今秋或推出迷你预算案 减办国民保险税率 降低购房印花税 伦敦警察厅 因犹太人相关的争议性言论道歉 英媒报The Body Shop破产 源于汇丰银行撤资 英国银行Co-op即将被收购 交易价值高达7.8亿英镑 苏纳克推出五点计划 收紧福利制度 刺激民众回归工作 新政包括 失业一年后 不得领取救济金等 当地时间4月19日 英国首相苏纳克 以英国病假条 Signote文化未引发表演讲 推出五点新计划 以全面收紧社会福利制度 以下为苏纳克宣布的五大新计划 一 加强工作能力评估 健康状况不那么严重的人 需继续寻找就业机会 二 把开具病假条的权利 移交给独立评估员 而非全科医生GP 三 每周工作时间 不足全职工作时间一半的人 需努力寻找额外工作 以换取福利 拒绝找工作的失业人士 将在失业一年后 就不能再领取失业救济金 四 就个人独立津贴 PIC更客观 更严格的发放标准进行磋商 并向申请人提供谈话疗法 五 将福利欺诈 视作税收欺诈 赋予政府新的权利 进行查封和逮捕 苏纳克在讲话中表示 现在有太多英国年轻人 只是因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 就不再工作 他决心防止人们 把领取政府津贴 作为终生选择 他在演讲后 接受英媒采访时还表示 那些因日常压力 而有轻度精神问题的人士 应该在接受帮助的情况下 继续工作 而不是因此 就告病假并停止工作 苏纳克解释说 我深切地相信工作的价值 我认为工作赋予你目标 意义 归属感和自豪感 在生活中 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你 还是作为家庭的你们 还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 不努力工作 就无法取得任何成就 我不想忽视这一点 保守党今秋或推出 迷你预算案 减办国民保险税率 降低购房印花税 据英媒报道 保守党政府正在为 今年9月可能推出的 迷你预算案 September Mini Budget 做准备 为赢得下届大选 做最后的努力 据说英国首相苏纳克 希望拉长战线 在今年11月举行大选 有消息称 才向亨特 Jeremy Hunt 计划在春季预算案的基础上 将企业员工 和自雇者的国民保险 NI 税率从8%降至6% 从而实现 在一年内 将国民保险税率 减半的承诺 一位政府官员表示 英国财政部 正在努力推动 9月的财政新政 并将尝试 在削减2%的国家保险税率 预计耗资 超过90亿英镑 这就是计划 另一位财政部官员表示 削减国民保险 NIX可以让人们 拿回更多现金 是我们加倍下注的事情 但政策推出的时间 和削减的幅度 目前尚不确定 另有消息称 英国财政部 还考虑在 迷你预算案中 削减购房印花税 把征收印花税的起点 从25万英镑 提高至30万英镑 这意味着 既一半的英国人 将不用缴纳购房印花税 平均每人 可节省2500英镑 但政府将因此 减少31英镑的税收 一位资深保守党人士表示 我们在住房问题上 并没有真正的提议 房屋所有权 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也是保守党价值观的核心 削减印花税 将向选民发出信号 表明我们理解他们的需求 想要提供帮助 伦敦警察厅 依犹太人相关的 争议性言论道歉 当地时间4月20日 伦敦警察厅 Metropolitan Police 就一名警官 在4月13日的 钦巴游行中 对反对反游主义运动 组织者的 争议性言论道歉 当天下午 反对反游主义运动的 首席执行官 D.D.N.Fotter 在伦敦奥德维克的 游行活动附近 戴着小圆帽 遭在场维持秩序的 多名警员威胁 其中一名警官警告 第一点 他的装扮公开 表明自己是犹太人 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 昨天4月19日 助理专员Met Twist 代表伦敦警察厅 对这一言论表示道歉 但暗示那些 反对钦巴游行的人 必须知道 他们的存在是挑衅性的 可能会增加骚乱的可能性 不过在今天 伦敦警察厅 删除了Met Twist的 这条推文 并未可能造成的冒犯 再次道歉 他们在声明中写道 我们对我们的一名警官 使用公开表明 自己是犹太人 这一措辞 感到极为遗憾 我们知道 这将冒犯许多人 我们已经反思了 对先前声明的反应强度 在努力 就抗议活动 进行执法发表观点时 造成了进一步的冒犯 这从来不是我们的意图 我们已经撤回了该声明 再次道歉 英媒报的Body Shop破产 源于汇丰银行撤资 今年2月初 英国国民品牌 The Body Shop 因营运资金不足 进入破产管理 该品牌在英国的大部分门店 被迫关闭 据英媒披露 The Body Shop 去年11月 被私募股权公司 Aurelius收购 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破产 是因为Aurelius发现 The Body Shop 存在至少1亿英镑的资金缺口 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汇丰银行 突然撤销了贷款 据悉 汇丰银行曾通过 The Body Shop的母公司 Natura 向其提供贷款 但Aurelius的收购决定 促使汇丰重新审视 与Natura的关系 并最终决定停止贷款 这一决定意味着任何潜在买家 都需要为现有贷款再融资 或寻求替代信贷来源 英国银行 Co-op即将被收购 交易价值高达7.8亿英镑 据英媒报道 英国抵押贷款机构 Coventry Building Society 已同意可能收购英国银行 Co-op 交易价值高达7.8亿英镑 这笔交易将让Coventry Building Society吸纳Co-op银行300万客户 合并成为英国第七大金融机构 资产约为891英镑 不过 交易还需双方签署具体协议 并通过金融监管机构审核 才能完成 收购成功后 Co-op银行将重归公有之所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